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春第一炮 感谢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次子连胜舞 为苹果新闻网冲高点阅 他背叛了结婚11年的老婆陆勇佳 也对不起家里的三个孩子 一个人在外面投吃辣膜 好吃一直吃 银沧海难为遗水 出却无山不适宇 我也觉得谈恋爱不要太多梦 他一直要勇敢放闪 闪瞎的都是别人 张琼姿&郭泰元的24岁大女儿 郭思瑜 Joanne 搭上了已婚男子 AKA床委建设董事长潘逸学 短短8天竟然约会了3次 情人节当晚甚至送入肚房 一起回到商旅饭店 事后潘董坚定户爱 Joanne不是小三啦 我本来就在谈离婚啰 这王少伟单身三千多个日子 年底终于被月老眷顾了 他跟最美博士徐兰邦 一起小桌约会 最后干脆把女棒打包离场 哦 最翁之翼再不再久 这个不好说 but现阶段有达也上 恋人未满 大概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那之后在一起的话会公开吗 爱情如果有的话 只有林采提不想谈的恋爱 没有林采提谈不到的恋爱 生计业小开乌鸦井 就是被蛇姬搬牌的新好男人 勾相见 露幼幼 最后在一起共进晚餐 浪漫SOP 想及了爱情 其实都 条件都 我觉得都是好人 Q的一声就滑进去了 开动吧 哇 你很不会酸 哦 甜心换人当 甜心不要看 真心名义李静良下班不回家 载着黑丝长腿妹 知道文华东方酒店 妹子鸡脱昂赖 这样太危险 巴特事后阿良解释 妹子是直播主 13岁女儿Emma的好友 坚称女儿也在车上哦 这是载她去停车场 我没吃那么又气啦 才二十多岁耶 当我们同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当我们同在一起 起快乐舞宾 能在台北街头 巧遇天王周董周杰伦 是幸运 能一言瞬间 就发现她全家大小 合家团圆 真定是上辈子烧好香了 一家四口首都被捕获 勾哉哥哥功德无量 此生无憾啊 比周董还要厉害的 父亲的背影 王力宏第四 难得全家放风日 她是一家五口的精神支柱 毫无怨言的三宝搬运工 工具人做好做满 超过一百分 怎料十二月一个震撼弹炸开 王力宏跟李静磊 离婚了 全家最后的铜框 竟然变成珍贵的画面 小时觉刚一天都刚好 甚至被连流汗的味道 海银甘与也处理思考 人头发 至少微笑 垃圾不分蓝绿 运动不分年龄 跟着七十岁红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郭董 动刺动就对了 这国宝级宗教头 亲自出马 栽培国家未来的栋梁 连年轻人一针难求的疫苗 郭董都帮忙弄到手了 郭董的热血 马祖看得见 竟同岛一命啦 老爸老爸去哪儿呀 老爸连站哪儿都不去 在家寒衣弄孙足矣 因为连家小公主连永兴 除了推车上的宝贝儿子 肚子里又再添一宝 好运不断 好运连连哦 恭喜老爷 可惜夫人 想到婆婆和妈妈二 真继酬劳是传说中的 约六千四百七十二万台币 偷佩曾带着妈妈林月云 老公黄伯俊 全家硬着头皮也要给她 这等吸睛程度啊 也难怪侯佩曾经常穿梭在三间上一豪宅 她今年又以总价1.85亿出售了大安区永康街的上青田 父婆非你莫属啊 咱们好命人别说钱这是 神黑钧 祝你个正式正式 祝你个新切宝 祝你个新贝与贝拜拜 祝你个新的新的新结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